以上呢就是我為大家示範我如何在工作前利用搭高鐵這段乘車時間完成我的妝容 那之後的影片呢我也會教大家我是怎麼樣搭高鐵的時候完成我的頭髮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高鐵站我待會要搭高鐵去上班 那今天的影片呢會為大家示範我平常搭高鐵的時候都是怎麼利用時間來整理我的頭髮 那話不多說 Let's go 那市面上呢有很多男性的頭髮造型品牌我都是選用Blake Monster 它是來自韓國的一個專門為男性所設計的美妝品牌 那首先呢我會先使用這個頭髮的蓬鬆噴霧來打底 把這個噴嘴對著髮根的地方 先把頭髮的蓬鬆感做出來 好那接著呢我會使用這個髮油髮辣二合一的組合 我先使用髮辣的部分 塗抹一點在手心上面然後把它搓開 之後均勻的抹在頭髮上面 就可以先抓出你自己想要的造型 而且髮辣它的定性力跟縮性力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呢接著我會使用這個髮油 按提升頭髮的光澤感 一樣是抹一點然後放在手心上把它搓開 輕輕的戴在頭髮上面 那接著呢我會使用這罐頭皮膩粉 補在頭皮的空洞處 那它打開來會像這樣子黑色的粉撲 然後放在把它輕輕的點在你需要補的空洞上面 那最後呢我會使用這一罐強力的定性噴霧 就只要你碰到強風啊 也不用擔心頭髮亂掉哦 以上呢就是我為大家示範 我平常是怎麼利用搭高鐵這段時間 來整理我的頭髮 那如果說平常是要出去玩啊或是約會的話 我會抓另外一種把瀏海放下來的造型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然後我也差不多該下車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下分享 然後一定要開這條鈴鐺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